这个女孩将瘦发挥到了极致 有着成年人的身高 却只有一个十岁孩子的体重 拍照时胸部都是凹陷进去的 就连平平的灌树鼠都能将它比下去 女孩知道这样的自己不美 但却无法克制 因为她患有严重的厌食症 对食物讨厌到了极致 就算吉姆让她哪怕只吃一口也好 她都做不到 宁愿饿了覆到水龙头喝几口水 也坚决不吃一颗食物 吉姆实在想不到办法能够帮助她 只能将她送去一万一院 接受治疗 来到疗养院 医生为女孩检查了身体 她掀开女孩的背部查看 发现整条脊椎骨都结了厚厚的一层老结 这都是因为她没有脂肪保护 却又天天做养无其作 导致脊椎骨这块皮 一直和地面摩擦形成的 紧接了 医生又给她检查了手臂 拿起来是那样的轻盈 像是举起了一团棉花 转面翻看过后 发现女孩比一般人的毛发旺盛得多 因为她没有一点防寒的脂肪 身体本能为了保护自己不被动到 只好生长出较产的毛发抵御严寒 医生看了这副憔悴的面孔 她知道 要是再不进食的话 女孩很可能过不了多久 就会成为一具冷冰冰的尸体 为了保护女孩的性命 医生立即安排她进入疗养院治疗 在这里面住的人都患有严重的厌食症 他们都在一点一点的接受治疗 厌食症的最根本原因 就是心里出现了问题 于是 这里每天都有专业的心理医生 让他们围坐在一起 听她的辅导课 同时 也会为他们解答心中的疑虑 就像这位怀有身孕的母亲不肯进食 只能注射补充液 维持生命体征 而这些营养液高达1500卡路里 让母亲觉得这是罪过 不过这些在心理医生这里都不是问题 很容易就为宝妈化解开了这个难题 很快到了众人最不想面对的事情了 那便是集体坐下来用餐 唯独男孩小帅和别人不一样 自从进来接受治疗后 她就慢慢开始吃起了东西 也会在同伴面前诉说着 书放入口中那美味的感觉 可对那些厌食症严重的人来说 听到这个比喻 就止不住一阵犯欧 猜后 女孩主动的找到小帅 兴许是看见小帅乐观的态度 对他产生了好感 然而坐在一起愉快的畅谈起来 但就在小帅拿出一块巧克力时 女孩却十分的抗拒 而小帅并没有放弃 而是国务女孩 让他吃一点试试看 为了给小帅面子 女孩捏了捏巧克力一块 本想接惯了 却又放弃了 因为他真的做不到 小帅知道这种事情 都得循序渐进的 为了小美克服对食物的恐惧 小帅带着他来到餐厅 享受吃饭的氛围 可接下来女孩的操作 让人做梦都想不到 这个女孩吃饭的方式 真的太特别了 将食物含进嘴里咀嚼一番 指着品尝味道 就会吐出来 但你恐怕不知道 这已经是女孩最大的进步了 身患厌食症的她 如今能将食物放入嘴中 是最大的成就 在之前 她每天只喝林卡鲁里的水 维持生命 而这一切罪魁祸首 就是她那个残破的家庭 就在她进疗养院治疗时 医生曾教了小美的亲人问话 可父亲由于工作脱不开身 来的只有亲生母亲还有后妈 在医生说出 患有厌食症的人 很大一部分也是跟家庭有关事 他们却都互相指责对方 没有照顾好小美 将自己的责任 撇得一干二净 丝毫不顾在场的 小美心中的感受 就这样 小美静静地坐在一旁 听他们争吵 医生本想介入家庭力量 却适得其反 让小美更加厌恶食物 她不能掌控这个家庭的变故 只能控制自己的胃 从而获取一些 对世界的控制感 每到深夜 小美都要握紧自己的手臂 测量一下 是否和昨天一样 才很安心睡觉 经过一段时间的摧残 小美的身体 比刚进疗养院更轻了 护工帮不了她 只能告诉小美 长期不进食的危害 而即便说出了这些危害来 小美却根本就不在乎 依旧我行我做 好在这时候 小帅的出现 及时拉回了小美 她带着小美 品尝食物的味道 渐渐地 在小帅的影响下 疗养院里的人 也都慢慢有了改变 当医生看见小美 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时 开启了第二阶段的治疗 她带着众人 来到一个人造降雨的场所 让他们走入雨中 舒缓内心压抑已久的情绪 小帅依旧守当其中 第一个走进雨中 舞动身姿 有了第一个 就有了第二个 在小帅的带头作用下 由于不觉的她们 也都慢慢走入其中 享受雨点的洗礼 她们的精神越变越好 甚至还会聚在一起 为宝妈举办一场宝宝欢迎会 经住她成功度过了 前三个月的危险期 在一生都觉得 已经将她们 完全拉上正轨的时候 意外却发生了 深夜时分 宝妈流产了 原因竟是为了减肥 不断地催吐 导致孩子流产 小妹无比震惊 这一刻 她才发现所谓的改变 所谓的走上正轨 一切都只是假象 她们其实都还在迷途之中 每天其乐融融相处的背后 聊着的却是如何催吐 如何让自己能够增加运动量 消耗吃下的卡路里 就这样 小妹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 不爱进食 也和小帅彻底闹掰了 这个女孩一味地进食 身体已经和一个 八十岁老太太差不多了 只要再这样持续下去 住进ICU豪华套间 只日可待 她想不明白生活的意义 正儿坐在那哭下 也得不出答案 没日没夜地熬着 让眼睛变得通火 要是这时有一阵风吹过的话 她很可能会随时倒下 她找到医生 希望医生能够伸出援手救救她 医生见词 二话没说拒绝 小美听到医生拒绝了她 崩溃不已 她很难受 重重地摔门离 离开了疗养院 她回到了亲生母亲那里 想要在那里 寻找到仅存的一丝温暖 在这天深夜 人都静下先来畅谈 知之小美从小到大 第一次和母亲独处 妈妈很自责自己 错过了她小时候太多的成长 才导致了现在这样子 为了让小美 甜到小时候缺失的爱 母亲拿来了奶瓶 想要喂她吃饭 小美看得有点错愕 但还是答应了母亲的做法 一个二十多岁的大姑娘 吸着奶瓶止不住落泪 苦苦等了二十年 在这一刻 她终于甜到母爱的滋味 不再有任何遗憾 等母亲睡下后 她一个人启程了 登上了离家不远处的山顶 在那里 小美就地躺了下去 准备等死神 来收走她的灵魂 就在这时 小美降入了幻境中 她和小帅坐在 郁郁郁郁的枝头上热闻 但当她往下望去的时候 却看见一个枯竭的自己 正平躺在树上 仿佛一具没有水分的干湿 看到这一幕 小美彻底醒悟过来 觉得不能再这样堕落下去了 小帅在这时候 也递过来一块黑块 小美由于再三 这次小美并没有将食物吐掉 而是吞了下去 过了不久 小美苏醒了过来 她坐起身 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脉搏 还有栽动 死神并没有收走了 而是让她活了下来 小美也下定决心 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她回到继母身边 和继母紧紧相拥在一起 并对继母说 女孩没有照顾好自己 真的不能绝食减肥 这样或许起不到好的效果 反倒会伤害了自己的身体 不要因为别人的目光 而盲目守身 只要你自信了 就会比任何一个人都美丽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电影的全面内容了 喜欢的朋友们 别忘记动动你的双手 我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待